好 大家知道 还有快筛 快筛现在一季要300元 到此刻为止还要这么贵 陈时中承诺一定会降价 When 何时 现在疫情已经烧起来了 会不会有点慢 还有一个讯息 我觉得纾困条例也直到6月 预计会延长 所以这些我都要讲的 就是说 这个疫情烧起来不是一天两天了 再加上我们的这个指挥中心 它是站在高处 它可以监控很多东西 你应该是觉得不乐观 你再看到了国外的模型 邱署长算出来 指挥中心难道不知道吗 所以为什么这些东西 好像都还没有跟上 包括抗病毒口服药很贵 陈时中说还是要买 我说你还没买吗 我看到这个是觉得 还没买吗 是不是应该已经进来多少 还是要买 这个是不是应该是 半年前应该讨论的话题 施老师 这应该是去年吧 对 所以我今天看到 看到这些讯息 就觉得有点怕 你还记得去年说 旅馆不够 病房不够 然后药不够 那已经一年了对不对 我们钱都花到哪边去 我其实蛮生气的 就是前几天好像有人在问他说 你是不是有些预估等等 刚才邱署长那个东西 我心里想的 公卫一定有不同的模型 你刚才听到那数字 会不会吓一跳 没有 我是说 他在那个检验是应该 当然不同的模型 有不同的做法是没错 我觉得说 你知道我们还有成本效益 这一定要预估的 难道你这个东西都是 所谓的且战且走吗 我就觉得说 这家伙不学无术 然后双北市长还在问他说 你要告诉我们说 你做了一些政策 那SOP是什么 你看他怎么那么官僚说 你写公文来 我还以为他是基层相公所的 你知道吗 然后还有更生气的 再讲实名制对不对 就是我刚才出来的时候 看到两个年轻人在我们社区旁边 口袋拿出来就在抽烟 但你知道我们前阵子不是很可怜吗 我们外送的 然后都偷偷要吃便当 现在好像大家无所谓 其实到时讲到 我们现在担心的是 因为我们得天独厚 是一个世界上最大隔离岛 那老人家怎么办 你知道那个病毒不小会怎么样 所以我在想说 到底是我们在维言耸听 还是政府是鸵鸟呢 而且我一直觉得很奇怪 他一直在担心说 胃养会花很多钱对不对 你花了几十亿 不是现在那个都没有了 那卫英现在看到就是卫英嘛 就欺骗自己嘛对不对 所以我坦白讲 我刚才看到那种东西 我就觉得这是什么政府啊 我讲不好听 我都不想要 你知道在讲一些NCC吗 我其实就是狗屁政府啊 这个XO酱不简单 他必须要入住 澎湖喜来登总统套房 你才可以吃到 尝上这么一口的顶级XO酱 好 扫描这个QR Code 或者要上快点购 你就可以享有折扣把定基在XO上给带了一张